关注黑生健康瓜哥 大家好我是黑生 那其实补血的中药或者是食疗方面里面 很多人说红枣最补血 龙眼肉最补血 当归最补血 那其实有一个大家都忽略了 那就是我们经常吃到的一个零食叫葡萄干 那其实葡萄干在从中医食疗的角度来讲 葡萄干它是干能健脾的 这个干就是甘甜的干 这个甘胃它是可以健脾 那么我们知道脾它的一个功能最关键是什么 它是气血生化之源 我们吃进去的东西通过脾它的一个韵化 那么会产生这种水谷精微好的东西 气血的东西来去营养我们全身 那这个气血它的一个源头就是这个脾 那么甘能健脾脾胃胃的功能强了 气血就足了 所以气血足了以后 很多本草里面讲葡萄干 它能够干嘛 能够耐积 能够耐寒 能够这种肥健 让人肥健 长得胖 长得健康 那么很多本草里面 其实都是讲葡萄干 它有一个补气血的一个作用 健脾的作用 所以其实葡萄干 很多人都忽略了 很多人说红枣补血 当归补血 龙眼肉补血 其实葡萄干也是有补血这一方面的作用 那很多人说究竟我合不合适吃这个葡萄干呢 最关键的要判断一下自己是否有血虚的表现 那血虚的表现呢 我们从头到家看看 我们的毛发如果是发白的 甚至枯黄的 分叉的 那这种就是考虑血虚 因为发为血之鱼 第二个 眼睛干色 这种是干血虚的一个常见的表现 那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脸色 它尾黄的 有些人是苍白的 那这种也是血虚的一个表现 还有嘴唇没什么颜色 我们舌头伸出来也没什么血色的 指甲也是很发白的 那这种都是血虚的常见的表现 有些人血虚经常伴随着心慌 头晕 气喘吁吁 等等 这些都是血虚常见的表现 那如果是有这些表现 那么这个还是考虑有血虚的 那么葡萄干就比较合适 那么吃多少呢 那么一般情况下 如果是胃口好的人 抓一小把 每天吃一小把 是可以的 那么如果胃口不是特别好的人 那么葡萄干呢 就不要吃太多了 好的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这个葡萄干 它一个补血方面的食疗作用 大家有什么问题 也在视频下方留言 好的 关注回声 健康瓜哥 我们下期再见